喜歡什麼衣著打扮? 用腳踏上 線條好 感覺上好像沒有穿 什麼W褲 像現人的下體 我弟弟叫這個叫焗梯褲 為什麼會穿瑜伽褲出來? 目的在哪裡? 很漂亮 線條方面比較突顯 是可以突顯到你的線條 但是有這場合作不是那麼好 穿西裝外套 現在見瑜伽褲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又沒見過有人上身穿西裝下身穿瑜伽褲 會不會很熱得這麼長的褲 下天都穿著 我又不覺得好 我覺得很舒服 問一下穿瑜伽褲 你裡面穿什麼Underwear 女生經常說自己有穿衣的自由 男生也有選擇望不望的自由 她沒有性騷擾你 其實她望都是一種自由 眼睛生別人的毒 你認不認爲是否正確 大家好 我是善童 之前就訪問了一些男生 對於女性衣著打扮的喜好 以及收集了一些她們想問的問題 而今天我就會代表大家 去訪問女性這些問題 解答大家的疑問 事不宜遲 我們快點去訪問這些女生 Let's go 想問一下 你是平時做運動才會穿瑜伽褲 還是外出都會穿瑜伽褲 做運動 有時上課會掉穿 不想換衣 所以我就直接穿著外出 因為我上班 覺得穿很方便 所以就穿得厲害 我覺得都挺舒服 還有活動方便一點 說一個方便就是 因為她很貼身 所以譬如你去洗手間 也不會怕弄髒 還有也挺有安全感 因為你不怕走過 我自己覺得 不像你穿短褲短裙 會走過 我知道有些人會 當瑜伽褲是 平時的日常的外套 但我自己就不會 因為覺得好像不太合適 有時上班也會穿 因為我上班會換衣 所以沒什麼所謂 上班穿瑜伽褲 就不太適合 但例如去行山 或者是做運動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這些是個人自由 如果公司沒有規定 一定要穿什麼 裝扮去上班 其實我覺得穿瑜伽褲應該沒問題 你現在夏天會覺得很合適 也有一點 因為很貼身 還有 瑜伽褲通常質地厚一點 那你看你要買什麼瑜伽褲 有些瑜伽褲的布料就厚一點 但其實現在很多瑜伽褲 都 挺舒服 挺透氣 焗就不焗 看你給得起多少錢 以前的瑜伽褲穿起來 很不透氣 但現在的瑜伽褲 比起以前的英進步了很多 討論區經常都在說 什麼W褲 像現人的下體 還有我弟弟叫焗蝦褲 我覺得是習慣不習慣 你問是不是很焗呢 我又不覺得 我覺得穿牛仔褲 穿普通長褲 其實感覺是差不多 現在褲比較貼身 會比較秀到線條出來 你會覺得 人們會用很奇怪的目光看著你 或者很尷尬嗎 尷尬 我又沒有特別看別人是否看著我 我又沒有感覺到 有些很奇異的目光 我自己又覺得OK 現在都有很多無痕的內褲 你穿了那些無痕的內褲 其實都不會很透 有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就很少 當外出衣服穿著 我都是做瑜伽才穿著 給爸爸叔叔看著 對呀 很尷尬 所以我可能去做運動 就算現在穿著 我都會加上一件外套 都有一些 不是很友善的眼光 因為有些人看得真的很誇張 譬如你乘地鐵 有些上了年紀的男士 會由頭看到你落尾 但我正在穿著背心 即是已經穿著瑜伽背心 那我就會 不想他們看 我就會站在車廂黏在一旁 現在會在普論區 都很多人說 普論區 被人偷認 那些都有 會不會自己有比較安心的 其實都不會 我覺得都OK的 健康的 是看看你自己個人的心態 真的假的 可能不知道 我有聽過 但我沒有特地留意那些帽子 但我自己的自我感覺良好的 第一我沒有看過 我也很想看 馬上回去看看 多些輿論也好 大家知道的時候 就懂得選一條適合自己 又穿得漂亮的瑜伽褲 沒有去特別害怕 因為其實 老實說 你又控制不到人偷拍 我覺得 他們說得對 我依然會有我的衣著自由 他們也會有眼睛的自由 我會這樣看 如果看到我 你欣賞我 我都謝謝你 不過 不要舉機拍照 我覺得這點 是不舒服的 無緣無故逛逛逛逛街 被人偷拍照 你都會 很好奇那個人 會拍到你什麼 還有那些討論的說話 不要說得太難聽 有個Facebook Group 是瑜伽父關注了 有些人會拍照 上網 拍照照女性的團部 這是一個不尊重的做法 男朋友會介意女朋友在宇家夫出街嗎? 其實也不會 現在潮流都會興趣宇家夫出街 宇家夫是比較多人看的 沒有啊 他想做就沒有辦法 沒有啊 他沒有選擇權 沒有啊 我男朋友會覺得是好看的 他也很坦誠 我單身的 有啊 有 我多謝他的關心 但是我覺得問題不應該在我們 應該是影響那個人的問題 其實穿瑜伽褲最主要是去做運動 做健身 不想換衣服 所以就直接穿出街 所以我覺得 不是跟風 是真的去做運動而穿 如果你不是做瑜伽去穿 那可能是跟風 但如果你真的去做瑜伽去健身 所以你要做瑜伽褲 多一點這些風氣 我覺得是好事 每個人都是跟風 穿衣都是跟潮流的 難道我穿80年代的衣服 我穿喇叭褲 到時候有些人也試過穿喇叭褲 所以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如果褲是不舒服的 或者是不漂亮的 都不會那麼多人穿 或者我就是那個風 那些人跟著我穿 我有看過那個帖 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的穿衣自由 所以穿什麼都無所謂 而且不用那麼介意別人的目光 其實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舉牌 FREE瑜伽褲 沒有人控制你 不讓你穿瑜伽褲 因為現在 我覺得穿什麼褲是個人選擇 所以就 我覺得沒必要特別去FREE瑜伽褲 因為其實剛剛說的所有事情 都是一些外界給我們的恐懼 我也挺肯定 就是笑別人穿瑜伽褲的人 是沒穿過瑜伽褲 他們應該平時沒有運動的習慣 因為你一運動有運動的習慣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行山跑步或者做瑜伽 甚至我去到街上穿瑜伽褲 其實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這個舉牌事件是一個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被人知道 其實現在我們這群人是被人笑著 被人欺負著 然後是不平等的 這件事 有人表演這件事 其實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你心機比較重 應該沒有人會故意做出來吧 反而反過來大家都不想被人看見 例如你有M度 沒有理由想被人看見你下面 射那條M筋 又不是故意的 可能他的褲的形狀不太好 所以才突顯到 因為他比較貼身 如果質地做得好 其實就不會有很明顯的問題 所以可能選購的時候小心一點 穿瑜伽褲不穿底褲是誰說的 當然不是 當然一定會穿的 其實瑜伽褲也是褲的一條 問男生你會不會穿褲不穿底褲 這樣 覺得舒不舒服 T-back可能會的 我可以拿我自己來做指標 我有沒有問過人 你穿瑜伽褲有沒有不穿底褲 但我想很少的 因為你會做運動的 穿瑜伽褲 我想有Under應該會 大部分人都會穿 因為瑜伽褲 它本身比較貼身 所以它會很容易露到Under 車線的位置 但其實市面上 有很多無痕底褲可以穿 有些女士其實穿很漂亮的 身形見到是 我都會眼金金望著 不要把太多的幻想 放進一件很單純的事 在那裡 他… 他不好這尾 都可以的 沒問題 其實都是 看看你 例如去健身 其實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很少男生只穿瑜伽褲 他們穿完之後再加短褲 有點奇怪 對 應該不要穿太貼的瑜伽褲 如果是男生來講 男生穿瑜伽褲 有些怪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 男生比較少人做瑜伽 即是一件很 minority的事 其實他們很難買到瑜伽褲 市面上很多瑜伽褲 都是給女生 如果最推介 我想大部分女生都會穿 Lemon和Adidas 都是蠻好的 有隻韓國牌子 是不是Brand X的Sexy Max 我現在穿的 為什麼我穿這樣 我只有一條 因為我知道 IG購買的偏便的瑜伽褲 是很服的 很透 而且 Cutting很奇怪 可能你走一走 已經會滲下來 有些布料不好 然後可能會很現形 或者可能會看到底褲邊 以前小時候有淘寶的 就不行 他的照片應該是調整的顏色 然後就白一點 漂亮一點 但他來到後可能你穿了 很久 很多年前了 很多年前的圖 三、四歲那些 太遠 我覺得現在的瑜伽褲越做越好 還有我想現在香港的社會 都接受大家想穿什麼就穿什麼 就算你的肥褲也不要緊 因為他會幫你收腳 其實我覺得什麼身形都可以 其實都是頗舒服 對 因為我覺得純粹是一個人走出來 他覺得自不自在 而且你也控制不到人家怎麼看你 可能我本身只是為了做運動而穿 其實別人覺得我是為了跟風打卡 我控制不到他怎麼想的 瑜伽褲其實大家沒有覺得有問題 只是怕有人拍照而覺得他有問題 所以 其實是否應該是拍照那些人的問題 不是瑜伽褲的問題 有些人是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但是 我覺得 給多一點信心自己的身體 給多一點信心自己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喜歡穿瑜伽褲就穿 你看著Serene穿什麼都走得出街 那也沒什麼所謂的 其他有些惡意的人的批評 就是不用理他們 因為我都很肯定他們是沒有穿過瑜伽褲 不知道瑜伽褲也好 你有沒有穿過呢? 沒有穿過了 你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為什麼你不嘗試一下呢? 你穿了什麼花水啊? 我不知道 試過我沒試過 我沒試過的時候 我都會有這樣的偏見 但是試過之後 又發現真的舒服到回不了頭 所以我覺得 這個還是很多東西都可以的 對 沒錯 所以我覺得你也可以嘗試一下 我給你兩張卡片 是買什麼的? 是幫人畫畫 還有看著風景 謝謝你們 為什麼搞定它? 有興趣 follow一下 謝謝你 我覺得是 謝謝 希望幫到你的手 謝謝 謝謝你 你的電話響 你聽到嗎? 哈哈 我是上課堂到現在 拜拜 加油 拜拜